终于明白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那些邀约好同行的人 一起相伴语迹 走过年华 但有一天 终究会在某个渡口离散 红尘末上独自行走 绿罗拂过衣襟 青云打失诺言 山和水可以凉凉相望 日与月可以毫无瓜葛 那时候 只一个人的服饰清欢 一个人的细水长流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 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其实不然 爱上一座城 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 为一段青梅往事 为一座熟悉老宅 或许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 就像爱上一个人 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 没有前因 无关风月 只是爱了 邂适逅一个人 只需片刻 爱上一个人 往往会是一生 瓶水相逢 随即转身 不是过错 刻骨相爱 天荒地老 也并非完美 在注定的因缘际遇里 我们真的是别无他法 每个人都知道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可还是信誓旦旦地承诺永远 永远到底有多远 多少人问过这句话 有人说永远是明天 也有人说永远是一辈子 还有人说 永远是永生永世 或许他们都说对了 也或许都说错了 又或许人间 原本就没有什么是永远 你曾经千里迢迢 来赶赴一场盟约 有一天也会骤然离去 再相逢已成隔世 有缘的人 无论相隔千万之遥 终会聚在一起 携手红尘 无缘的人 总是近在咫尺 也恍如末路 无份相逢 流年似水 太过匆匆 一些故事 还来不及真正开始 就被写成了昨天 一些人还没好好相爱 就成了过客 每个人的一生 都在演绎一幕又一幕的戏 或真或假 或长或短 或喜或悲 你在这场戏中 扮演的那个我 我在那场戏里 扮演这个你 各自微笑 各自流泪 一场戏的结束 意味着另一场戏的开始 所以我们不必过于沉浸在昨天 你记住也好 你忘了也罢 生命本是场轮回 来来去去 何曾有过丝毫的停歇 人的一生 要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 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 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 人生何处不相逢 但有些转身 真的就是一生 从此后会无期 永不相见 人说背上行囊 就是过客 放下包袱 就找到了故乡 其实每个人都明白 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 纵然我们都是过客 就该携一颗 从容淡薄的心 走过山崇水赋的流年 笑看 风尘起落的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